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全球哗然 他是目前全球权力最高的确诊患者 消息传出之后 约翰逊就通过直播告诉外界 他会自我隔离14天 同时会透过视讯的方式 继续领导英国政府去抗议 约翰逊似乎想为自己塑造一个聚功尽瘁的形象吧 不过英国媒体就不太在乎约翰逊什么形象 他们认为首相领导抗议本来就是份内事 他们反倒是很积极地在监督政府在当下的表现 而且有的媒体还跑去翻旧账 就是约翰逊曾经在3月3号夸下海口说 他不怕病毒 如今他就被讽刺说活该 非常时期禁止握手 当然这些英国首相约翰逊握手的画面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这却可能是导致他感染新冠肺炎的原因 新冠肺炎在英国肆虐 人人自危的这个时刻按照常理来说 应该要避免和其他人握手 就连查尔斯王储确诊之前 出席活动时也只是双手核实向人问好 避免和其他人有肢体接触 然而约翰逊在疫情初期却像一个叛逆的小孩 大唱反调强调跟其他人握手并没有问题 我正在握手上 我昨天在医院里有几个疫苗病毒的患者 连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患 他都照握不握 当时还没确诊的约翰逊 还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 他当时要大家放心 说基本社交礼仪照样进行 最重要是过后洗手就行了 约翰逊这番言论 让身旁的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感到非常无奈 如今约翰逊自己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 当初提出这样荒唐的建议 向全体英国人民 甚至全世界的人做了不良示范呢 约翰逊当时说 他不介意跟确诊病患握手 有的媒体就认为 这是抗疫期间的不良示范 世界微商组织建议大家 防止病毒传播 除了要勤洗手戴口罩 也要减少社交活动 真的必要跟他人见面的时候 也要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避免肢体接触 约翰逊虽然强调洗手是重要的 但是他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这就大大增加了他感染病毒的几率 而他身为国家领导 却不听专家的建议 英国的独立报就批评约翰逊 说在对抗疫情上 他态度散漫 在三月初 当时英国境内确诊病例 还不到一百宗 约翰逊是对抗疫情的总司令 但是他居然说握手没问题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还没完 约翰逊在确诊前两天还说过 虽然疫情当前 他还是会在母亲节那天 坚持回老家探望他的母亲 可是当地的媒体就认为 英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这段期间 本该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从以上两件事来看 约翰逊对抗疫情的态度 是让很多英国人摇头的 约翰逊确诊感染了 如今就成了英国抗疫的反面教材 有一位英国病毒学教授就说 这个病毒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领导人 只要你是人都有可能感染 这新冠病毒的传染率是非常强的 要是人人抱着侥幸的心态呢 病毒就可能在社区当中传播开来 所以大家再次要记得 要勤洗手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这些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是对于防疫工作来说却非常重要